在当红小鲜肉流量明星中,王俊凯也是备受关注的一位,自从王俊凯逃入北京电影学院后,也是安心在学校学习,除此之外,还参加了一些综艺节目,也是学习工作两不耽误的。 最近,王俊凯参加了某东一节目,在这当节目中,可能是因为身在国外的缘故,听了音乐有所感触,说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回老家重庆的。 王俊凯当年为了高考,所以才回到了重庆,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,一转眼就已经大二头,也就说王俊凯已经两年没有回过重庆了。 作为当红小鲜肉流量明星,王俊凯虽然年龄不大,但也是身价过亿,成为炙手可热的当红明星,对于王俊凯两年没有回过老家,被称为大嘴的宋祖德则在凌晨,零点发愤怒对王俊凯,趁其太过分,对不起自己的父母,宋祖德趁名利真的那么重要吗? 代言那么多广告,小小年纪,一头钻进前眼底,好可灵好可悲。 对不起。